先稍微看一下这里面的相关内容 那其中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他前面的几个章节 他有一些相关 比如说爬虫到底包含哪一些观念 然后一些他甚至会画了一个 这个树状图 让你知道一下相关性 然后一些基础 什么叫爬虫 什么叫反爬虫 然后基本知识等等的 然后Esser爬虫的方法 然后VBA的程式优化等等的 我想这个前面的部分算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所以如果假设你对这部分比较不熟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稍微阅读一下这上面的东西 我觉得他给的这个连结里面 就是可以前100多页应该都可以 都可以显示的出来 那后面如果假设啦 因为后面我发现 那比较后面的章节 实际上就是 就是一些 这个实际上的 一些专案 所以 你们可以稍微把前面的部分 稍微再看一下 OK 这个是第一个啦 那其他的话呢 一些课程规划 我后面是希望说 可以利用 就是比如说网路上面的一些资料 那其中的话当然最容易取得就开放资料 所以今天也许我们就先找一下有关那个 政府的开放资料好了 OK 因为我还蛮喜欢用政府的开放资料来练习的 因为第一个啦 他比较 不会有一些可能隐私或者是说不公开的问题 因为他就开放了资料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拿他来练习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知道 像前一阵子常常有停电的问题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知道 到底哪一些县市用电量是最凶的 其实这些资料台电都有公布哦 那如果我想要画一个 比如说一个圆形图好了 比例可以自动帮我产生 那我应该怎么做 那其次的话呢 在Excel里面呢 他也有一个3D图的部分 甚至你可以把就是用电最凶的这个程式 你可以用这个直条图 直接把它显示在地图上面 那这样更清楚 就是说呢 可以把数据跟地图结合在一起 OK 那这个资料的话 其实就是在开放资料里面就有了 那从哪边找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你可以Google搜寻开放资料 其实里面就有了 OK 那待会会跟各位说明 这个地方怎么来练习 那其他的话 就是以前 之前学生练习的啦 比如包含就是说 像开放资料里面 也有所谓的那个 像电影的票房统计啦 或者是说最近因为通货膨胀 大家想要知道最近的物价 那其实也可以 从像政府开放资料里面 撈到资料 然后把这个图给汇制出来 那还有其他像中油等等的 像油价啦 或者是说最近有常有地震 比如说你像那个 开放资料里面也有地震相关的资料 诸如此类的 甚至是最近疫情的关系 那捷运到底运量下滑了多少 其实在这个开放资料里面也有 那诸如此类的 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待会第一件事情 也许呢 就是先帮我 连到刚刚讲的这一个 我们云端上面 那课程说明里面有一些就是我 简报里面的东西啦 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再知道 那你可以再看一下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个连结 那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也许开启那个 我云端或者你看讲义也可以 我刚给各位的云端 连结 gg.gg 然后vba to web chatting 这个连结 那你们连结进来之后的话 帮我打开云端白板 的第一个单元好了 OK 那这个东西其实在那个我们讲义里面也有啦 只是说差异就是说呢 云端上面呢 我会适时的做一些 比如说可能会更新一些资料 或者是说可能会剔除一些资料 可能 因为像有些来源啊 像政府的来源常常会变动 那如果变动的话 有时候就没办法用了啦 那怎么办 可能我就要再换一个sample来练习 那首先的话呢 开放资料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找那个 这连结非常简单 关键就是开放资料 所以你可以在google上面打开放资料 那一定就会连到政府的开放平台 所以也许你就是在这个google上面输入开放资料 enter一下 那其实理论上第一个就是政府的开放平台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练习的话 基本上 当然这个资料 你除了说政府会这样使用之外 其实一般企业也蛮常会这样 比如我想要跟这个其他厂商或客户 或者是其他单位做分享的时候 那用哪一种格式是比较好的 你们可以看到在政府开放资料里面 在点击进来之后 一般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先找资料期 然后找那个全部资料期 那大概你可以知道说 这里面大概哪些东西 因为我除了上ECL这个课程爬充之外 其实我现在还正在开一门课 就是跟python爬充有关的 那其实也用这个资料 然后有什么差异吗 其实都抓这个资料 其中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他这边有分类 那其中当然你们可以往下卷动 我主要分类的方式 也许我就用那个什么 用档案格式来做一个分类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以目前资料的普及性来说 目前应该用的最多应该是第一个 就是CSV 其次的话就是Jason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Jason好像越来越多 以前好像Jason没那么多 而且甚至排第二的以前是Xambl 可是发现现在Jason好像 后来居上的趋势 那其实这之间的话呢 我们要练习啦 反正就是把 不管他提供什么格式给我们 我们都可以把它扒取下来 所以第一步来取 我们先从CSV开始 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练习 那当然我们 我的习惯会先找CSV 第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列出来都是CSV 那第二个的话呢 他的排序方式 他预设好像是这个 浏览次数 由多到少 OK 但我们也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下载次数好了 也许 所谓的下载次数就是说呢 大家最需要 用到的资料是哪一些 也许你可以改 比如我想要把它改成下载次数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他就重新排序 那其中的话呢 第一名 就是这个 所以 可以发现 现在好像投资理财 应该是蛮多人 这个 对于这资料有兴趣 所以呢 如果假设了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资料 快速的下载到Excel 不是用Ctrl-C,Ctrl-V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所以请各位待会看一下 这个范例吧 另外我其实还找了一个 大家比较有心 像哪一个线市 用电是用电大户 那会不会是因为跟半导体有关 是不是那个线市耗电量比较多 这边其实有答案 还有其他的啦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 除了我上课讲的范例之外 那你也可以找一些 你有兴趣的范例 试试看 OK 那我先把画面先停止分享一下 那请各位呢 也许 先连到这个开放资料里面 那稍微了解一下 在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 我是以档案格式做分类 所以你们先看一下 这个CSV类型 然后把它按照什么呢 按照那个 就是 这个 按照下载次数 由多到少排序一下 稍微找一下 那待会我们就要直接就开始来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 Excel里面 可以快速的帮我直接 我不需要做 人工的方式 那该怎么做